古时候修学这个法门往生的人 我们没见过 姑且不论 自从我们学佛接触这个法门 我们看到依照这个法门修学 真的有站着做的 有坐着做的 我们亲眼所见的 亲耳所闻的 那这夹得了吗 我们在台湾好像是民国58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南部将近 有一位居士告诉台南将军乡 有一位老太太 念佛念了三年 站着往生 她走的时候是站着走的 没有生病 这个老太太 心地非常善良 平常在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 与人无增 与世无求 家庭环境也能过得去 儿身很孝顺 所以她是万人放下 来学佛 最初也不懂得什么是佛 反正是见到神像 也把她当佛来拜拜 徒弟菩萨 称皇也是菩萨 神父不分了 到处去拜 三年前 她儿子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一点佛法 劝婆婆 不要去 到处拜 专门在家里 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个婆婆 很有善根 接受她媳妇的劝告 不再去拜神了 专念阿弥陀佛 念三年 往生这一天 是晚上 吃晚饭的时候 她告诉她家里人 你们先吃晚饭 不要等 我要去洗个澡 儿子媳妇很孝顺的 还是在那等了 她真的去洗澡 洗澡之后 很久都没出来 二人家里人到里面 去看看 她是洗个澡 家里头有个小佛堂 她穿着海线 整整齐齐 手上拿着念符 站在佛像前面 含穿不答应 走进去一看 她引往生 站着往生 这没几年前的事情 现在到台湾南部要提到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 这哪里假得了呢 所以只要亲近心 我们就能做到 为什么把这个世间 不相干的事情 拉拉扎扎的事情 放在心上 一定要学亲近 亲近有这么样的好处吗 真正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前途是一片光明 所以这个世界 不管什么事情 听到也好 看到也好 通通不要放在心上 见如不见 文辱无闻 时时刻刻 到持你的心 亲近心 人家可以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啊 做不到 心还是不亲近 您走的时候 还有事情还没交代完 你说这糟糕不糟糕 那怎么行 统统放下 什么都不要管了 这样才行 什么时候放下 现在就放下 根本就不要理会